大家好,这里是家中美国平台主办的讲座 自疫情以来,家中美国讲座已经举办了很多场 如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快手、抖音、小红书等热门平台搜索家中美国 上面不光有讲座精彩的瞬间,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欢迎大家去观看我们更多精彩的视频 我们本次讲座有请到的是来自百惠美城的Maggie老师 Maggie现居印第安那州,来美前是复旦附属医院的医生 到印州布明顿大学做研究项目后决定移民美国 因为自家需要教育基金和退休规划成为理财客户 因接触而爱上金融服务行业 从客户变成经纪人和注册代理人 从人的医生变成了钱的医生 立志用心利用金融知识帮助千家万户建立健康完善的财务规划 让更多华人中产阶级实现财务自由 入行以来已经帮助了很多客户做明智的规划 自己也轻松达到年收入超过六位数 正所谓助人及助己 今天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个人或家庭实现美国梦 那请进群的朋友们认真听完 相信您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会后我们会有五分钟与主讲嘉宾互动的时间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举手提问 或者添加主讲人私信都可以 那么接下来有请Magic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课程 好的 感谢Linda的介绍 大家晚上好 我来自美国的印第安纳州 我们这边现在是晚上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来自印第安纳以外的朋友 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接下来这个一个小时呢和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 房地产投资和这个投资级别的人寿保险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来美国之前呢向Linda介绍的 我是在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来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大学做项目 之后呢就留了下来 进入我们的金融服务行业之前呢 我也就是尝试过其他的创业项目 后来呢我拿出这个科研的这个精神 钻研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金融计划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的需求 但是来美国十年我都没有听说过 所以我这个成为客户之后呢 我也决定利用这些知识呢 去帮助更多的家庭 那接下来就让我share一下我的屏幕 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吧 能看到的些 好的 让我来全屏一下 全屏幕放在这儿 好的 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呢 就是地产投资和保险投资 说到房地产呢 大家都很熟悉 房地产投资呢 可能是我们华人的最爱 没有之一 我们华人都说这个安居乐业 幸福的指标之一呢 就是先安居 安居呢就是买房子 我们在一个地方呢 这个待下来 定居下来的指标 就是我们买房子 那说到买房子呢 可能我们这个刚开始小家庭 我们有了自己的这个自住房之后呢 多余的钱呢 还想去投资房地产 又会去做这个房地产的投资 买这个出租房 我不知道在线的朋友 你们都有没有出租房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这个互动 让Linda帮我们放一个小小的这个调查 我们问一下大家都有没有这个投资房 好的 大家能看到我们屏幕上的这个 对请大家都参与一下哈 如果你有这个出租房呢 就选yes 这个没有出租房呢 就选no哈 我们看看 大家都有没有出租房哈 好的 我们来结束这个调查哈 看一下给大家 share一下这个 那我们今天在线的这个朋友很 很特别哈 就是5050哈 50%的人呢 有这个出租房 50%没有哈 以往我们做的调查呢 都是绝大多数有这个出租房 今天看来 有一些朋友没有去做这个 出租房的这个投资哈 那我们就更需要这个了解 还有其他的这个投资方式嘛 那既然大家这么喜欢这个房地产投资 那在美国房地产投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就把几个官方数据呢 拿出来给大家呢 分享一下哈 这是我这个在美国的最低的最大的这个房地产 公司之一 房地美啊 把他们的一个这个指数 房价指数呢 拿数据拿出来了 过去的19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2000年到2018年哈 过去的19年 房价的平均增长 每年呢 是3.77 就比通货膨胀呢 稍微高一些哈 这个在08年 经济危机的时候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是次贷危机哈 那个房价大跌 过去的10年呢 又逐渐的回升了 但是他的这个增长呢 就基本上还是比通货膨胀高一些 3.77 那另外一个官方数据 美国的Housing Finance Agency哈 他们统计出来 过去的这个30年 从91年到今年的第一季度 这是我昨天晚上 刚刚把这个西线出炉的 这个把它给截取下来的哈 全美国呢 平均这个房价的增长呢 是182.57% 那平均呢 每年就是6.09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数据满意不 过去的30年哈 平均每年增长6.09 那这个不是你们的这个 投资的出租房的这个回报哈 只是每年房价的这个增长 那具体到每一个房子 还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州呢 还可以哈 大家看一下这是 具体到每个州的数据 全美国50多个州 印第安纳呢 排到了第18名哈 我把它这个 pilot了一下哈 大家看一下 那过去的同样是哈 过去的30年 从91年 91年到今年的第一季度 这个印第安纳州的房价呢 增长了131.64% 平均每年呢 也是4.39 也是比通货膨胀呢 稍微高了一些 所以可见呢 就是美国的房地产的投资呢 不像国内这个增长的这么 可观哈 每年平均增长的 只是4.39 比通货膨胀 稍微高一些 如果你对这个数据满意的话 那说明这个房地产 你还是喜欢这个相对投资保守的地方哈 那房地产也是你的选项之一 如果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别的哈 那我们说 我们华人呢 因为喜欢房地产 喜欢安居乐业哈 每到一个地方 我们刚开始呢 都是成立小家庭的时候呢 买一个小的房子哈 随着家庭人口增多 有孩子这个收入呢增加 我们可能就换一个大房子 那成功人士可能就 换一个这个豪宅哈 一步换一个豪宅 那等到我们这个年纪大了 孩子都长大之后呢 可能就换一个小一点的 这个退休的房子哈 那有些人可能直接就把豪宅卖了 就去住养老院 那所以我们的一生呢 都离不开这个房子 大家都跟房子这个紧紧的绑在一起 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 都有这个留下的这个房子的印记 那不管我们是 一开始去建立小家庭需要房子 还是到最后这个 出于投资的需求 我们就去这个 弄这个投资房哈 那大家可能都是觉得 种种原因吧 有时候可能是卖不掉了房子就 不小心成了房东 要不然呢就是 觉得这个 看朋友都做房地产投资 弄一个出租房 有现金回报 那不错哈 所以自己也跟风买一个 那个投资房 或者呢就是 想说没有很好的投资计划 那我就先买一个出租房吧 留几年 反正是钱放着也是放着 买个投资房呢 先这个收点租金再说哈 那就成了这个 就都成了房东哈 那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可能 可能我们最后都是想通过 这个投资房地产呢 来给我们增加一些现金流 如果我们碰到了很好的 这个deal 像这样的 我给大家演示的 把一个小的这个破房子 买得很便宜 然后把它翻修翻修 然后呢去出租哈 可能也有很好的这个回报 那喜欢这个收 这个有现金流的这个朋友 就感觉我每个月收租呢 很不错哈 这个总有这个租金进来 现金进来 感觉很不错 所以那这个也可能成为大家 做这个出租房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原因哈 那有朋友说 反正我要给孩子这个 存教育基金 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那我干脆就买一个房子哈 每个月收租 等孩子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卖掉一个房子 给孩子上大学 这样也挺不错的哈 那还有人就说 我退休因为没有这个 这个单位的投资 退休计划 那我就自己买几个投资房 每个月收这个租金 就是作为我的退休的来源哈 收入来源 这个感觉也不错哈 这也是我的一个退休计划 拿出租房的作为退休计划 这都是大家目前这个做 房地产投资的 或者出租房投资的这个 呃 现状哈 那因为可能大家没有了解到 还有其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 投资方式去帮助我们 去做这个呃 这些规划哈 所以这个你看我们这有个小的动画 大家看着 是不是挺挺爽的哈 出租房子像这样子 呃 买了房子之后呢就总有租金进来哈 啊 感觉挺好 但是呢 可能当过房东的 我不知道在线的 我们刚才调查过了哈 一半一半 当过房东的朋友可能都有体会哈 房东不是那么好当的 在生活啊 就是以后就要被这个房客来来控制一部分哈 房客让修马桶就得马上修马桶 修水管就马上就得修水管 啊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实体房的投资 可能大家呃 做过这个房东的人都知道 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去贷款哈 贷款买这个投资房 然后呢 用这个租金去还里面的这个贷款 慢慢的我们的呃 贷款还完了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自己的哈 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房子 感觉很好哈 那我们说其实我们的投资计划呢 也相当于一个金融的房子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提到的这个 投资型的人寿保险呢 它也是这样子 啊 我们呢 这个往里面这个放钱哈 它现金值呢 也是逐渐的累积 等到我们 这个保险交满之后呢 里面全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现金 而且这里的现金呢 它增长是不用交税的 拿出来用呢 也是不用交税的 呃 留给受益人呢 受益人也不用交income tax 就是个人所得税哈 啊 所以看这两个房子是不是很像啊 一个是实体房 一个是金融房哈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人寿保险 比如说这个金融房子 那有的朋友听到这就说 哎 你这个呃 人寿保险怎么也成了一个 你是保险吗 怎么也是成了一个投资的计划 啊 我们说 美国的人寿呃 保险呢 它也是随着时代进程来演变的哈 早已不是就是给大家这个印象中的啊 仅仅是人寿保险的这个作用啊 或者说大家就只是呃 印象中觉得保险就是呃 人死了赔钱啊 留给这个受益人的 那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呢 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 早期是这种 打个大哈 呃 现在呢 就是智能手机 可能十年前大家都没有想到 我们的智能手机呢 还可以当做这个信用卡呀 呃 当这个呃 摄像机呀 呃 演变出很多功能哈 不光是打电话 发这个信息哈 所以人寿保险也是一样的 那 早期的时候就只有这种啊 特末这种简单的啊 保障功能的人寿保险 那现在呢 我们所说的这种投资型的人寿保险呢 就是这种 Index Universal Life Insurance 就是指数万能线哈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这个呃 有限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提这个简单的概念 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了解 更详细的话 我们可以以后再有这个讲座 或者是你们跟我们约这个免费的咨询哈 我们可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那所以这种呢 投资型的人寿保险呢 他注重的也是生前利益和这个身故赔偿哈 两者兼有 所以就不是传统概念中 大家觉得认为的那种只是留给受益人钱的哈 我们活着呢也可以花用不完的再留给受益人 所以在香港和每个中国啊 就是那个现在目前呢还只有这种老的产品 那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这个最新的这个计划啊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去香港做过这种人寿保险哈 像我很多客户呢 他们在香港做过计划的时候呢 跟美国的对比一下就发现哦 还是差别很大的哈 因为美国的人寿保险呢 比香港早100年 然后呢香港又比大陆早100年哈 大陆这个有人寿保险开始可能也就30年的历史 所以这个时间的差距就就决定了很多问题 很多东西哈 你差100年就是我们说的 还是很不一样的哈 那你说所以说美国的这些计划呢 已经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传统的最早的那个 像大哥大一样的那些计划了啊 那我们再来接着说我们这个金融房到底是有哪些特点呢 跟实体房相比哈 首先它是价格只涨不跌 因为它是这里面的钱呢 在这里薄本增长 所以它价格只涨不跌 另外呢它长期的回报呢 大概说在平均五到七 并且这个金融房子最好的这个特点是 它不需要维护哈 呃 大家当过房东的可能都知道 呃 当过房东之后 可能你要这个去变得非常呃 呃 憨理啊 就是说你要懂很多维修的这个知识 你要去修这个修那个 呃 不懂的话找人去修 那可能呃成本增加很多 你这个投资的呃 那支出就要大大增加 那你的回报就大大的下降啊 啊 我们的这个金融房呢 它不需要日常维护 同时也规避了市场的风险 因为它是宝本增长嘛 呃 所以市场跌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担心 可以很安心的这个 呃 过我们该过的 呃 日常的生活啊 不用像7 3月份的今年3月份时候 大家都知道 啊 股市熔断4次 那肯定很多人都睡不好觉了哈 那另外呢 它也这个避免了这个自然风险 像我们的实体房 如果是有呃 这个冰雹啊 呃 自然灾害这些呢 呃 有可能被毁掉 像我们伊连娜的话 它就有这个冰雹和龙卷风 都有过出现哈 那你的实体房 有时候可能会遭遇这些 自然灾害 那就有被损毁的这个 风险 有时候呢 保险会赔搭 不是所有情况的都赔的哈 所以我们的金融房子就有这些特点 那假如说一个45岁的男性 呃 他呢 分6年 供往这个金融房子里面呢 投了25万 呃 换回来一个100万的这个保额的 人寿保险计划啊 那我们看看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为什么选25万呢 因为印第安那的平均房价 基本上就是25万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男性他分了 我们刚说分了6年把这25万呢 放到这个计划里面 那等到61岁的时候 这个计划里的现金价值呢 已经有了42万8 那你看他的平均回报呢 是4.26 呃 是不是还可以 是不是啊 因为这里面是宝本 这个增长的 我们也不需要去呃 做任何的操作哈 就是不用这个呃 去不停的看他呀 或者是去想今天买 明天卖的哈 省了很多时间 那如果说这个人更有耐心一点 等到69岁退休的时候呢 呃 我就拿这个做这个退休计划 那你看这里面的现金值呢 已经有了将近90万 他的回报率呢 就达到了5.74 那如果呃 这个男性他觉得啊 我反正这个还有多余的钱哈 呃 我不着急用 那我再等等 79岁呢 就能有一点8个米领哈 到90岁的时候就能三个米领哈 3.3个米领 啊 三百多万 就是美金哈 就看着就很不错了 那有的人说 哎呀那这个你这个回报 要等那么长时间 不像我买个房子哈 啊 我一下拿出来20 虽然一下拿出来25万 啊 但是我马上开始 我就租出去之后就用房租收了 感觉很不错哈 就有现金流回来了 那我们说你在这呢 也可以这样子 假如呢 你不想等啊 你第二年 啊 从46岁开始你就拿钱哈 每个月呢 也拿出来1000多块钱 拿到100岁拿了54年 那你看总共拿出来73万多 啊 人走的时候呢 还有这个44万 呃 留给受益人 这就相当于留了个房子哈 而且这个房子呢 还是呃 留给受益人 受益人不用交 个人所得税的 income tax哈 而且这拿出来的这钱呢 70多万呢 也是呃 不用交税 而且是这个 就是真正拿到手的钱哈 跟税 跟税就没有关系了 那 呃 如果说这个人能等几年 他从51岁开始拿钱 你看他每个月呢 就能多拿 几百块钱哈 每个月能拿1550块钱 拿到100岁呢 拿了49年 总共拿出来90多万哈 而且走的时候呢 同样还是 留了14万5000块钱哈 基本上还是一个房子的钱 那我们说这个人 如果说他再有耐心一点 我就拿这个计划 这个金融房子作为我退休的规划 我等69岁的时候再开始拿钱 在美国的话就是67岁退休哈 呃 你看这个每年呢 他就能拿出来6万多 一个月拿出来5000多块钱 那而且这个是拿到手的钱啊 就不用交税 拿到100岁呢 那总共拿出来了1.8个米 呃 人走了之后 还能有一个留着这个房子的钱啊 这个是不是看着很不错 所以这个计划呢 这个金融房子就起到了这个保底住增长 乱世心不光啊 我们规避了市场的风险 同时呢 他也是免税随心用 员应万代想哈 留给受益人 始终还有一个呃 呃 房子的钱啊 那受益人也会很高兴的 那我们自己用不完留给受益人 那是我们刚才说啊 大家 这个45岁的男性 那如果说 这个人呢 同样就是这个45岁的男性 他呢 说我就拿这个金融房子 当做我退休的这个 啊 规划 那我 等到70岁的时候啊 我在开始拿钱 那你看 他从70岁开始拿钱拿到100岁 每年呢 他能拿64000 你看这个就是 很不错 平均每个月就5000多块钱啊 一直拿到100岁啊 那这个每一个月5000多块钱呢 作为退休来说呢 基本上是 够我们的这个支出了啊 所以他这就像一个 私人定制的银行一样 这里面的钱呢 我想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 不想用的时候 我可以从我的401K 就是另外一个退休账户啊 如果大家工作的话 都有401K或者403B 那你从那里边拿钱呢 大家知道是要交税的 而且他是有跟着市场走的 所以如果市场不好 像今年3月份这样的话 很多人的401K呢 跌进去了很多的钱 那他又没有别的账户 可以去取钱 那只能从里面 401K里面往外拿钱 那就是越拿越少啊 但是如果他有一个 这个金融房呢 能够让他配合着 来使用 从这里面拿钱 不用送401K里的钱 就好像我们冷润水调节 多一个选择啊 市场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不从401K里拿钱 从这个里面拿钱 所以你看他这个30年呢 总共拿出来了1.9KM 就是190万啊 而且这个钱呢 都是免税的 到100岁的时候呢 这个房子呢 还有现金价值呢 还有43万多啊 那就是说他还想要拿钱的话 还可以照样往外拿 他不拿钱呢 留给受益人呢 还有将近50万 所以而且这个 将近50万的这个申雇赔偿呢 受益人是不用交税的 也是免税的啊 为什么我反复提税 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啊 两件事情是避不开的 死亡和税收啊 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都得考虑到税的问题 你要这个留钱呢 留给这个受益人 而不是留给政府啊 你规划的时候呢 也是要考虑这个税的这个负担 等我们老的时候 可能抵税的项目少了 然后税的税率可能还交得更高了 所以这一个金融房在手啊 是零用退休两不愁 是不是感觉很好 作为退休计划啊 那有的朋友说 我现在还挺年轻的 我暂时还不考虑退休计划 那如果你是年轻的这个父母的话 你得考虑教育基金的准备 给孩子怎么准备教育基金 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这个问题啊 像我当初也是考虑到这些 我考虑到这个教育基金的规划 还有这个自己的退休 那像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 如果这个家长是35岁 他呢分了五年 往这个金融房子里放了16万七 那等他十 等他的孩子18岁的时候 也就是他自己52岁的时候 孩子如果要去上大学了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这个大学的学费 是相当昂贵的哈 必须得早做规划 除非是上这个本州的大学 否则的话 那个还是很贵的 去跨州上大学 尤其我们华人还比较注重教育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 准备一些教育金 那把这个钱放在哪也是很有讲究的 放在一个地方呢 不影响孩子将来申请助学金 就是我们叫financial aid 然后同时呢 又有钱给孩子上大学 如果拿不到 我们就可以这个公车里的钱 所以我们叫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这样子也不影响孩子去申请financial aid 然后我们也有准备好了 比较充足的钱给孩子上大学 所以说你看这个孩子 如果说他18岁的时候 要去上私立大学了 那父母从这里面呢 每年拿出来6万给他 四年呢 总共拿出来了24万 那之后等到父母退休 70岁的时候 还可以接着从里面拿钱 每年拿出来3万1 拿到101岁呢 总共拿出来了96万多 让大家看啊 是不是也感觉很不错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可能我们这孩子很争气啊 如往里面放了16万7 给他准备教育基金的 结果这个孩子学习很好 拿到了全额的奖学金 不需要我们从这里拿钱了 那这个钱呢 就可以作为父母的这个退休计划之一 你看这个父母的话 他等到70岁从这个金融房子里面往外拿钱 每年拿个7万多啊 这个都是税后的钱 这个都是税后的钱 一直拿啊 一直拿 还拿到101岁的话 拿出来的2.3个million 就是230多万啊 这感觉是不是很好 而且都是不用交税的 相信大家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金融房的话 肯定是 感觉不错了啊 所以我们说这种呢 就是一钱多用 教育退休两轻松 那比较下来呢 我们的金融房和我们的实体房呢 它都有这些特点 大家看看啊 首先呢 这个金融房 它是有一点点的费用啊 那你说这个实体房 它也是每年都有费用的啊 我们这个地产税 如果是投资房的话 它还是要交双倍的 比这个自住房来说 它是要交double的啊 同时呢 这个实体房 它还有各种的这个费用啊 这个物业费呀 然后cost 这个维修费呀 然后还有这个贷款啊 贷款也是有费用啊 然后金融房呢 我们说金融房这里面的这个投资回报呢 基本上平均都是在6到9 我们代理的这些计划呢 回报呢 都是在6到9了啊 那我们刚才看了 真正的实体房 它的回报 我们刚才看的是 这个美国的官方的几个数据啊 它平均的回报 平均的增长 房价平均增长 都不是太高啊 这个还不是大家的净回报 所以你要算你的房子的净回报 还是要考虑前面我们说这些 这个费用啊 之后呢 才是你的净回报 具体怎么算 我们可以坐下来帮大家好好算 因为牵扯到 这个你的费用啊 税啊 还有当时买的房价和现在的房价 到底是用你的租金除以 当时买房的房价 还是现在 这个房子的价值啊 这个是结果是不一样的啊 哪个是证券 所以你要好好的算一算啊 然后这些金融房子呢 还有这些特点 我们的这个金融房子 首先它是没有这个税的影响 因为我们是拿税后的钱啊 这个是tax deferred growth 就是我们增长是先不用交税的 那以后拿出来用 也是不用交税的 然后也没有这个市场的风险了啊 我们这个金融房 大家看这些呢 都是yesyesyes 而这个实体房呢 首先它还有一定的市场的风险 卖了之后 我们还是要交税的 并且呢 我们不太容易把这个 如果我们着急用钱的时候 房子变现的这个能力还是差一些啊 我们不可能说 今天卖一个 要用钱的时候卖一个房间呢 或者卖一个厕所啊 那个不大可能的 而且这个房子变现 基本上你要照着半年 六个月到一年去准备啊 所以真正等到孩子要上大学的时候 你能不能卖掉你的出租房 还得这个看市场的情况啊 所以这两个房子呢 是金融房和实体房 我们说他们有各自的特点 实体房呢 我们收租金 那我们也可以用来放到我们的金融房里啊 做这个再投资 那如果我们将来需要 现金去买更这个另外的房子哈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金融房里面一次性的提款出来 作为我们的首富去买房子 等我们老了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实体房 我们不想再打理了 或者孩子也不想接手 我们可以把它卖掉呢 把这个卖房的钱呢 把它都放到这个金融房里 因为我们也不想错过增长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 也不能承受市场的风险啊 我们不愿意这个起起伏伏 让自己这个晚上睡不着觉 但是放到这个金融房里呢 它就是我们刚说了 它是保本增长 这个稳妥哈 规避了市场的风险 如果我们要用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钱呢 拿出来作为退休金 作为教育基金 所以两方相依的各得所需 我们今天的目的也是跟大家讲 说这两个投资计划的各自的特点啊 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而且这两个呢 其实是相辅相成 不矛盾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呢 简单的介绍这么多 嗯 那个因为时间有限哈 我也不能给大家这个 一一的这个讲解 怎么去计算啊 怎么去 怎么计算你的房子的回报啊 怎么去做这个 金融房子的这个规划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哈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调查 请大家这个参与一下哈 其实我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当了这个房东之后 那个房客会影响你的这些 影响你的生活哈 我已经有趣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 大家这个做调查的时候 可以参与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片 然后再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 调查 Linda 你能放一下我们的下一个小小的那个调查吗 第二个对吗 好的 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有一系列的讲座 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退休 退休规划 我们还有这个年金计划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约这个一对一的免费的咨询哈 我们可以帮大家去看一看你们家的规划 帮大家这个咨询一下哈 看到了吗 请看到了 嗯 请在线的朋友帮我们做一下这个小小的调查 谢谢大家 哎 哎 琳达你这个没有地方让大家写这个电话和微信名啊 嗯 不是第三个写的吗 第二个是这个调查第三个 然后你让我写那个微信和那个什么电话的 嗯 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 你没有地方写的话 你可以就嗯 把那个你的微信名和电话就发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 chart里面哈 送给我们主持人 我们可以就是单独的给大家约哈 呀 谢谢大家参与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 琳达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让大家 嗯 问一两个问题 可以的 就是会后我们现在有五分钟与主讲嘉宾互动的时间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举手提问呢 我这些有一个我这儿就是有一些有趣的小照片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哈随机的 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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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